Hello 大家好 我是Aros 住在新加坡的一個香港女生 看之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是17號 未過12點之前 我出去了吃宵夜 吃完宵夜之後 打算去超市買零食 口人 但當我到超市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人 我看到他們買了很多 刺刺 雞翼 菜 肉 麵 很多人買 買好像還有房 其實什麼都有人買 我買完我買的東西 其實我只是買薯片 排隊 很長龍 平時沒有人 但是 很多人買很多東西 所以要等很久 我沒事做 我就按手機 看看發生什麼事 看回原來 有一個新聞報道 就說馬來西亞正式封關了 馬來西亞的人民不可以出境 另外其他國家的人也不可以入馬來西亞 我繼續排隊 又跟後面兩夫妻 其實她是母親 在這裡說 馬來西亞是封關口 每次是馬來西亞做的 豬肉很多都是馬來西亞來的 那些白花蛇草水 玫瑰露奶 玫瑰露加奶 那些飲品 很多都是從馬來西亞過來的 那就要買多一點 否則封關之後 就買不到 就可以了 但其實我又自己想 封關而已 封人而已 就不是封貨的 那我想白花蛇草水 玫瑰露加奶 是應該會有的 但我又明白 為什麼會做一些 那我賣完單之後 就開車回家 回到家之後 放下一些東西 收拾好一些東西 那我就打開電話 然後錄一下手機 那通常呢 你一打開手機 第一時間就會查WhatsApp 那其實我們香港人 在這些一邊 會有一個WhatsApp Group 那看到 咦 透視新加坡呢 他就出了一個Post 那其實透視新加坡呢 都會說回遊說史啊 移民資料啊 其實什麼都有的 那我看到他彈出來 那我就看了 咦 原來11點鐘呢 馬來西亞又宣佈了 那其實呢 就不是全部封關的 那基本上呢 我們就不封貨的 那如果呢 新加坡人民呢 或者新加坡政府呢 或者新加坡政府呢 要來買東西 購買我們的東西呢 我們都會照出貨 那其實他們所說的封關呢 就是只不過 是馬來西亞的人民呢 不可以出境啦 那你想出國玩呢 那就不要啦 那如果你說 你是新加坡人 或者其他國家的人 想入旅遊的話 也是不要啦 那如果你是拿工作準證的話呢 其實呢 都可以繼續出入的 所以呢 新加坡人民 或者住在新加坡的人呢 根本呢 是不用怕的 其實馬來西亞都是這樣的 一時一樣 那他們呢 聲稱這個呢 叫做 印度薄餅 糟了 那個音是什麼呢 Roti brother 糟了 讀不到那個音啊 Roti brot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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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讀呢 隨便啦 明白的啦 這個是新加坡的術語 那呢 新加坡人知道嗎 那香港人呢 就應該不知道啦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叫做印度薄餅 Roti brother 呢 讓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吧 那因為呢 我是不會有印度薄餅 這件事的嘛 那我就用了一塊布 去形容的 那什麼叫做Roti brother呢 就是呢 這樣 你看到呢 那些印度人呢 做薄餅呢 它是這樣 黃色的 Roti brother 會吃啊 Roti brot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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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集呢 我們說到這裡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啊 那個 呀 我 還有